老田 把我送到前面的理发店 这几天头发太油了 去整理 那就停这里了 这里距离你家也挺近 我先回去了 回头那幅画卖了钱 记得分成啊 放心 不会忘记的 开车小心点 哥 温度怎么样 还可以吗 还行吧 我睡一会 头发待会剪好了 你叫我 给我剪一个 2023年最时髦的发型 知道了哥 一定让你摔爆了 我尼玛 这是什么 头怎么这么大 服务员 服务员 我要投诉 我让你给我剪个 时髦的发型 没让你给我剪爆炸头啊 这他妈让我出去 怎么见人了 哥啊 你不是说给你剪个 2023年最时髦的发型吗 这个爆炸头 就是当下最时髦的 你没有发现 这个发型很独特吗 这就是个性啊 一看你就是一位 有个性的成功人士 真的很帅吗 那当然了 哥你不知道 现在的女孩子 都喜欢这种发型 哥现在剪了这个发型 保证出门回头率 杠杠低 一看就是与众不同 卓尔不凡 难道 难道 难道这就是我的春天道 那个 这位小姐 卧槽 我让你给我把头发剪断 你怎么给我剪成光头了 卧槽啊 哎呀 哥 你不知道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发型 非常时尚 难道你没听过 光头光头 与众不同吗 要的就是这份气质啊 你现在走在街上 我觉得你就是最靓的仔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成熟男人风格 这也太帅了吧 我不管 你们陪我头发 保安 保安 有闹事的 有闹事的 你小子搞什么 闹什么 我告诉你 这是我黑龙的地盘 谁要是敢撒野 我捏死他 出去吧 你 小子 你的发型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挺好的 非常不错 来结账 你好 欢迎你嘛 抄 刘老板 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古幻有什么用啊 怎么说呢 这幅字上面有着浓厚的祈祷的愿力 把它放在家中 不仅可以让爱人不变心 还会保佑外出的家人平平安安 这股愿力非常强大 足以坚持上百年 那还挺有用的 那刘老板 这幅字你打算买多少钱 上次的绣花鞋让他赚了不少 这次不能亏 这幅字画的功效比绣花鞋要好多了 这样吧 最低120万 120万 刘老板 你真的是狮子大开口啊 这也太贵了 便宜点 老兵 不是我说 上次的绣花鞋你就给了我20万 那双鞋至少能卖80万 所以这幅字 不能便宜 你也知道 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刘老板不能这样说 当时你说的买20万 可不是我说的 不过吗 这东西确实有用 这样吧 一口价100万 不说了 扎门也算是老客户了 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了 成交 刘老板 合作愉快 刘家小哥 怎么了 老田过来一趟 那幅从懒汉家祖坟里面 带出来的字画 已经出手了 哎呀 那万一能值多少钱 20块钱我都不收 这东西你还打电话给我干啥 20块钱你都不收 你知道个锤子 那幅画我卖了100万 赶紧滚过来分钱 你大爷呢 什么 就那幅字画卖了100万 我的天哪 小哥 大爷 你是我大爷 大爷我马上就滚过来了 感觉这钱来的也太不真实 都不知道怎么花 嘿嘿嘿 旅游 旅游去 最近这段时间也太忙了 放松一下 卧槽 老田你怎么来这么快 哎呀 小哥 分钱啊 这种是谁赶上都快呀 那幅画真的卖了100万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收款 兄弟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收到钱了还哭啊 小哥 你有所不知啊 之所以我跟你合伙 做这个鬼屋买卖 其实不单单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救命 到现在我也就不满你了 你真以为我田小浩 是一个贪财的人马 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啊 我儿子患了白血病 我要为他筹集足够的手术费 以前我没钱 觉得那高昂的手术费 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甚至经常想 哪怕是用我的命 去换儿子的性命 我也乐意 1000个 一万个乐意 可现在 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我有机会 赚到这笔手术费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父亲 没有让孩子吃好过好 没给过他父爱 甚至都留不住孩子他妈 我亏欠儿子太多太多 刘家小哥 你是我的恩人 我在你身上看到希望了 这一次就赚了30万 我儿子有救了 我儿子有救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哎呀老田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咱们哥俩不分彼此 田宝那孩子我也挺喜欢的 没想到患上了这种病 可怜天下父女心 这家伙把未来的全部希望 都寄托在老儿子身上 怪不得他一直都这么贪心 上次没让他带点青花 还那么愤怒 原来是这样 起来吧兄弟 这次刚好赚了钱 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这几天我打算出去旅游 你要不要一起 不了小哥 我就不去了 趁着周末 我想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之前忙了那么久 都没有时间陪孩子 最近几天我想在家 多陪陪孩子 等孩子病好了 我再带他出去旅游 好的 有事咱们就电话联系 飞机上也太好看了 这就是天空的样子 这也太少了 还不够一口气 妈的老板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评论分享